嗨,我是雨娟,欢迎来到我的声音日记,以备咖啡的时间 那在正式进入内容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陆续有几位朋友跟我反映,说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那边不能留言 然后我之前也查到了说是因为比较新申请的,我是去年才申请的公众号 所以那个留言功能就没有了,这点的确挺可惜的 不过大家如果想要留言或者有什么感想的话,可以写在喜马拉雅那边 或者是其实可以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私信告诉我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我昨天就是预告了是要读Tony Robinson那本书 我觉得这其实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逼着我自己的确去读了 虽然昨天花了四五十分钟吧,才读了十几页的内容 因为我是很久没有读英文的指数了,所以速度的确有变慢 然后加上我边读是边把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句子直接敲在电脑上面 所以可能这个过程也是需要的时间比较多 所以以这个速度来看呢,我的确比较难,比如说一天读一章之类的 因为它的一个章节可能就接近一百页了,然后这本书有六百多页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对这本书的内容很急切的想要知道 他讲的这个核心,比如说七个财富自由的方式是哪些的话呢 其实网上也有不少大家的对于这本书的分析 或者甚至是Tony Robbins他自己的一些访谈节目 然后对于这本书做的介绍等等,可以先去通过这样的资源了解这本书的内容 我这边呢,每天可能按照我自己的速度的话呢 我就会挑出来一些可能对我非常有启发的内容,然后分享出来 可能时间就会比较长,我自己现在也不确定读完这本书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但是当然我会尽量的读下去,因为昨天刚刚读了十几页 我也是觉得收获是很大的 其实谈论到金钱这个事情呢,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困难的 我一直好像就是金钱观不是特别的强 然后我自己也是知道可能我对于金钱也有一些多多少少的偏见 然后就是跟金钱的这个关系可能不是特别的健康 所以这本书它一开始呢,我觉得它可能整个第一章都是在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要达到财富自由 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么多的金钱 那可能要把这个底铺好之后,它之后才会介绍我们怎么达到 那所以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地方呢,它一开始就是在探讨 那金钱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想要金钱 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思考过 但是可能我们往往我们的答案都是说 因为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东西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想要什么样高品质等等 就是听起来它是一些 好像是一些事物,一些具体的东西一样 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它一开始就写到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说金钱带给我们的这个东西 金钱带给我们的呢,其实是一种感觉 它没有直接的带给我们自由 它带给我们的是,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有了钱 所以有自由 我们有了钱,所以我们很安全 我们可以生活的很安稳 不用担心生活中的一些小的变化 然后呢,我们也觉得我们好像有选择 因为我们有这么多钱,我们可以去选择买不同的东西 过不同的生活 再加上它会给我们一种更加强大的感觉 我们觉得自己因为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做 但这些其实都是感觉 所以看到这个呢,我就想到很多时候的确我们会觉得说 手里有了钱,才觉得安心,才觉得安全 才觉得好像我可以做什么了,我可以做选择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可能即使我们手上不需要有这么多钱 这个选择还是在那边的 我们依旧可以去做不同的选择 依旧可以感觉很自由 感觉很强大 感觉自己是被爱的 那这一点呢,刚好昨天晚上呢 我也在看一个Discovery的纪录片 叫做Undercover Billionaire 那中文的翻译呢,叫做富豪谷底球翻身 那这个纪录片呢,就是在讲一位叫做Glenn Stearns的 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 然后去拍摄他再来白手起家 就是现在他有90天的时间 但是只给了他100美元 然后他需要在90天的时间内 把这个100美元呢,翻倍成为100万美元 这样的一个故事 昨天呢,我们刚好是看到差不多一半左右 就是40多天的时候 看这个纪录片其实给了我很大的 很多方面的颠覆吧 就是不管是价值观啊,还有他的想法 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是我 我肯定想不到要这么做 那看到这位富豪的所作所为呢 其实对我最大的一个冲击就是 他原来真的是 他才是把金钱当作工具在使用 而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 都是有一种被金钱控制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你需要他,你才能做什么 就有点依赖金钱的一种想法在 但是这位富豪呢,他当时一开始 比如说他只有100块,100美元 然后他就会很敢于每一次都把手上的钱 花到接近快要剩几块钱的状态 因为他相信他接下来的这个计划 可以帮他挣回更多 所以他有很多次都是花到剩几块钱 然后又挣回到比如说几百几千块 然后再花光,然后再挣回到几万块 就是好像这个钱就是一个工具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就在想他真的很像在玩大富翁一样 就你不用担心我钱会花光 你就只要敢于把它投资出去 然后你知道你会收获更大的回报 这种心态就知道说他是在master这个金钱的 他不是被这个金钱所努力的 然后呢,这个金钱在他手上呢 也就是一个他实现他下一步目标的工具 他不会觉得说我需要这个钱在我手里 让我觉得很安全 然后我就守着这笔钱就够了的感觉 所以他会一次一次的给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 比如这个礼拜我要挣一千块 下个礼拜我要挣几千块几万块 那他就是会一直冲着这个目标前进 做他一切能做的事情 而钱呢,就是你会在纪录片上看到 经常会出现这个钱数的变化 经常就是被他花到光 然后又被挣回来,又花到光,又挣回来 但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过程中呢 他的钱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增长的 所以呢,结合就是刚刚讲的说 金钱他其实给我们的就是一种感觉 这一点,再加上这个纪录片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解释了 就让我看到了原来真的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被困在 可能对于钱的感觉上面 我希望他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而不是去看说我到底需要他 来帮我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然后接着往下看呢 还有一点就是Tony Robbins在讲说 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他是相信说他要跟那些最优秀的人 在比如说金钱界的前50个最成功的人士 去学习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短语我很喜欢 叫Success leaves clues 就是说所有的成功他都是有迹可循的 虽然可能有幸运的成分在 但是呢那些非常卓越的成功 他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他才成功的 他不是单纯靠幸运成功的 所以呢他就说他自己是Hunter of Human Excellence 他想要去学习这些卓越的人 这些成功的人到底是因为什么做到的 然后再把这些学到的东西拆解成可能很简单 可以去练习的步骤 然后再交给更多的人 那这个理念其实就非常的像积极心理学的理念 就是我们想要去研究那些 在逆境中还可以生活的很好的人 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品质做到的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我们就只要去关注到他们这些好的点 他们的优势 他们的天赋 然后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浓缩精简出来 然后运用到更多的人身上 那可能就可以帮助更多人达到成功了 所以呢Tony Robbins他的这本书 其实就是在 把他从这些人身上学到的东西 再凝练成一些我们都可以学习的点 分享给大家 OK那今天就先分享这么多 因为我只看到了这里 接下来呢他应该会开始分享一些具体可行的东西了 所以呢我也会继续每天花一点时间去读 然后呢再把这些想法整理出来 希望呢这样的分享对你也会有帮助 然后我会把再抄出来的一些我个人很喜欢的句子 也放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里面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明天见